操作说明 东风天井洗扫车 洗扫 清扫作业 打响主车 观察气压达到8个压以上 开电源 选择全洗扫模式 打响腹肌 清按作业开启 等待洗扫装置自行到位 加油门将转速分段提升到1800到2000转 挂档开始作业 作业完成后 降下腹肌油门 清按作业停止 等待洗扫装置收回 注意 清扫作业与洗扫作业操作相同 只需在选择作业模式时 选择全清扫模式即可 前脚喷作业 打响腹肌之后 清按喷雾 即可挂档开始作业 后喷雾和高压卷盘作业 在车尾部打开后喷雾水阀 启动腹肌 清按箱体字节按钮 即可挂档开始作业 注意 高压卷阳与厚喷雾作业操作相同 只需在切换水路时选择卷盘水路即可 箱体字节作业 在车尾部打开字节水阀 启动腹肌 清按卸料操作按钮 清按箱门打开按钮 尾门打开后停止开门 清按箱体轻翻按钮 箱体轻翻后停止轻翻 清按箱体字节按钮 垃圾箱内开始字节 垃圾清倒完毕 停止字节 箱体回位 关闭尾门 低压对冲作业 打开左前对冲和右前对冲 踩离合 挂上取力器 挂档开始作业 作业完成后 踩离合 卸下取力器 关闭对冲水阀 关闭对冲水阀